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二月二十日 光靠自己服侍天主是不够的 我必须帮助所有人 以心爱他 以口舌赞美他 活出信仰对我来说是什么? 信仰不是一个知识 而是活出个人真实的生命 信仰也不只是自己的事 也是家庭、家族、社会及全人类的事 我会主动帮助所有人活出这种生命吗? 这句字语点出 信仰生活不是做一个主日教友就够了 而是在生活中 要更积极活出自己和天主的关系 鼓励人在信仰的本分上 也要做一些使徒工作 因此 不只是我认识天主 也要让别人也愿意用心、用行动来侍奉他 因为信仰不是只为自己个人的成全 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灵洗成为耶稣的门徒后 我们都分享了一个使命 对象是整个世界 我如何具体地完成 受托于耶稣的使命 因为现在在堂区或信仰团体 很难找到服务的人 所以只有我自己投身 不够 圣依纳觉这句字语强调 必须帮助所有的人 有相同的精神和态度 也许昨天引用耶稣在山中圣训的下一句 人点灯 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照样 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 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 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圣依纳觉为感谢某位恩人 觉得除了劝他做神操必敬外 再没有别的更适当的方式 能够表达对天主的爱和赞美 这是他把自己领受的恩宠 分享给自己最要感谢的人 您会给所爱的人 或近人 什么最好的礼物呢 最好是让他们感受爱 并且说出赞美的话吧 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天主 人会是否认识地